我养了 还坚持上班 算工伤吗 瞧 带病工作的好员工 你看看人家 哎 那不对 你养了 你还去公司 那肯定不算工伤 而且如果导致公司全金覆 导致公司财产 或同事人身财产损失的 你还得进行赔 我不光去我们公司 我还去拜访客户 把所有客户拜访一遍 将这种情节严重的 涉及危害公共安全的政治过程犯罪 当然话说回来 在工作过程中 或者上下班途中 感染新冠一般都不算工伤 但是 一户籍相关工作人员 因为旅行新冠的预防和整治工作 感染新冠 这个是认定工伤的 不过 虽然我们不能认定工伤 但是可以请病假居家隔离 很多洋人的朋友们告诉我 说这玩意真没那么可怕 就和感冒一样 多喝开水就能好 这是真的吗 关注我 祝你解开法律迷惑 变得豁然开朗